接下來五月份呢台灣的歌迷真的有福咯 因為包括了Mr.Big大人舞合唱團 艾維爾 魔力紅樂團 Porcelli等等大牌歌手 統統要來台灣來開場 卻黏聽了一整年的這首Baby 也讓年僅17歲的小賈斯汀 成為全球當紅炸子雞 媒體幫他估算 光是靠這張專輯再加上演唱會票房 一年就可以吸金台幣30億元 而這個超級偶像 五月份就要首度來台灣開場了 据了解小賈斯汀這回來台開場的酬勞 一場約在台幣1650萬到1800萬元之間 還超過上個月來台的Jenna Jackson 不過看看他去年四月 硬要到澳洲演唱 結果當地警察擔心發生暴動 臨時取消了演唱會 讓不少歌迷為之心碎 我猜警方說你們要回家 我希望你們要回家 而人紅是非多 小賈斯汀和新女友塞琳娜 原本要在3月1號共度生日 卻遭狗仔跟拍 讓小賈斯汀氣得比中止 被批評不良示範 事後還道歉 看來這對金童玉女的戀情 恐怕還是難逃美光燈的焦點 中天新聞 秋明日報導